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炒肉菜呢 做得比较精细一点 冬瓜来做这个外皮 用力往下按 它就不会断掉 必须要煲 因为等于才能够煲 把菜饼当成是艺术饼 一种文化 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很好 硬窝是上巴针的舌饼 蟹肉硬窝很好的搭档 把硬窝和蟹肉调成这个菜里面的馅料 这种制作手段 其实也是丰富了硬窝的一种舌用的其道 放一点鸡汁 没必要给它赋予太多的太复杂的一些调味和烹调方法 因为盐材料好的话呢 颜色 颜味呈现给顾客就足够了 味清淡呢 并不代表它没有味道 所以盐材料的帮硬窝 你如果能够起到这个酒色的话呢 就是一个好的厨色 包成每一个呢 类似于茶杯大小的一个舌流的形状 就中华蒸一分钟 鸡汤就是用上汤啊 蒸熟的南瓜啊 放一点盐啊 半晶莹的形成了这个姜 煮开以后呢 把它淋到我们蒸好的蛇流烟窝里面去 最后呢 就用一点点新鲜的蟹籽点缀一下 感觉非常漂亮 它的咸鲜味也非常浓 通过我们一家工 这个燕窝啊 比较当地的一种食用方法 感觉丰富起来了 燕窝其实就是金色燕 它嘴巴吐出来的这些团艺形成的 我们选择燕窝上呢 其实看它能否成条 成型的爪色自然的还是人为的 看它的长期 是第一侧吐出来的垂液 还是第二侧还是第三侧 一后面的它的质量都越差 第一侧的纯度高 先用温水让它泡有半个钟头 用一个比较密的一些肉腮 让它泡水 最起码有半个钟 能够形成丝状 不会成块成团的 就OK啦 然后我们又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用开水把它搓一下 然后直接冲糖水就可以使用 或者是我们把这些泡好水的硬窝呢 放到蒸笼里边去蒸 大概蒸了十分钟 让它这个硬窝呢 充分熟了 然后我们又什么味道水一冲 就OK啦